早上的六点多 我以为刮了一个晚上风 今天会小一点哦 你看 外面还是很大呀 这可咋整呐 外面又是阳光明媚呀 昨天还吃剩了一点羊汤 用来煮方便面 羊肉面 好香啊 一半是羊肉的味道 一半是调料的味道 就是那个炖牛羊肉的那个料包 才一个晚上功夫我就被围起来了 你看昨天这里还没有的 很明显哦 这个风小很多很多了 他这一刮风我肯定又只能推了 这条路上的车子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啊 他还是有的 前面应该就要翻山了 用我手指的那个位置 目测有好几公里的连续上坡 推了一会儿啊 又有点精疲力尽了 这回我买的这个是黑咖啡哦 你看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大概是三公里左右 现在下坡了 这个河床早就已经干枯了 前面开始慢慢的有点荒凉起来了 明明是平路啊 我却怎么也骑不到 省道的起步路啊 他确实不是开玩笑的 尤其是在这边的山区一样的 特别的多 一个接着一个 基本上起不了 只能推 对 今天可能又骑不了 推不了多少路了 这边有两只马 早上出来这一瓶水就剩这么一点点了 幸好我带足了水啊 好 这么大的风 这边你看 山上面还种了那个庄稼 这风怎么也有个七八级吧 今天我好像推了有三个多小时了 总共加起来好像也就十几公里 可能十公里都不到 好 本身这条路就已经很窄很窄了 你看前面那一个红色的大货车 他还超车过去 太危险了 这两个信号塔 一个是移动的 一个应该是移动的 确定没有信号 所以我们进入四个小时了 好 太危险了 又下车 爹 这一心 也 好 基爹 还 耶 不管有水没水啊 小的已经不行了 这边好像又是几户牧民吧 应该还是没有小麦布的 最近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叫什么树木的地方吧 还有二十多公里啊 前面应该差不多要下坡了吧 不要这样再爬坡了 我已经爬了三个多小时了 你看我的嘴巴全部都起皮了 你看今天是5月15号上午10点发布的 平均风力达到6级以上或者正风7级以上 确实能把人给吹倒了差不多也就七八级的样子吧 很大很大呀休息了一会儿也上传了一会儿视频 但信号太差了接着再往前面走吧 这里看着有点荒凉啊 所以说有点绿植被啊 其实我带的水啊今天够是够用啊 但我还是稍微的要节省一点 毕竟还有二十多公里啊 现在是下坡还勉强可以骑 要是再遇上几个大坡 那我这点水肯定是不够的 下坡也很不够啊 所以 Tow 밤 royable Ав à 烦斗 mile 道别 跳 跳 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内蒙古的牛羊为什么会这么好吃 因为它是吃草的 不是吃饲料的 所以呢 它的口感会非常的好 这些牛听了好像怕了 别怕别怕 这里沙漠化有点严重起来了 前面就是一个村子了 我看到两个信号塔了 应该是有小麦布的 我感觉啊 总算是到一个大的村子了 哦 这还是一个景区哦 多罗郡王府 去看一下 这里总该能买到水了吧 到这个王府里面看一下 肯定是清朝的 806期 多罗郡王府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保护单位 1754年是乾隆的 乾隆年间的 沙巴尔台 阿林王府 确实不要门票的 随便参观 这好像大多数都是翻新过的 哦 那边还有一颗古井 你看 不是很大呀 这个是书房 这个呢 陈列馆 简单的看一下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去补一点水 我还真有点想在这边搭帐篷了 这有个古井啊 这边有这个简历啊 果然是乾隆年间的 这个是806期第六代 那个郡王啊 然后这口井呢 将近有300多年的历史啊 水质良好 水味干裂 水盐充足 水味稳定 据有 据有与北京王府井相提并论的历史见证 这口井啊 兴趣下面真还有水哦 看不清 这还有饭店哦 猛餐 中国邮政也有啊 我看到前面有商店了 这一间多少钱 买了一提的水啊 这次是娃哈哈 你看哦 新包装 把它装到瓶子里面吧 今天晚上又可以炖羊肉吃了 把它灌到这个瓶子里面 可能还会多出来几瓶 这边超市到挺多的 我以为这边是一家哦 没想到这边也有 那个里面是有卖水果蔬菜的 我带的菜也是过啊 你看这边也有一家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四点半了 前面最近的一个镇子 有15公里左右吧 如果这15公里之内 我没有找到合适的露营地哦 那我今天有可能要住旅店了 我相信哦 这边的宾馆啊 旅店啊 应该是很便宜的 只有几十块钱 30块钱 甚至好一点的 可能也就50块钱吧 看一下看一下 其实我现在很想很想 去找一个避风一点的地方就行了 风开始大起来了 坐着有点饿了 这边花枕里 补充一下容量 还有11公里左右到镇子 看今天不想住里面也得住 你看那边有个房子 我估计90% 它是没有人的 我只要在它的屋檐下面搭一下 遮一下风就好了 我找个地方把自行车停一下 走过去看一下 也许啊 这个地方是羊圈啊 这个地方你看 羊的分别还挺多的 窗户是没有的 住人肯定是不会住的 要么是羊圈 你看那边好多的羊啊 几百只都有了 那边也有啊 哦估计没戏 这些石头肯定是刚刚雷起来的 应该是羊圈 好嘞 好像还行啊 哇 真的可以 不是羊圈啊 而且这个门是开着的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而且里面还很干净 不过这个肯定是被风吹掉的 你看这么干净 哇 太棒了 我去把车子推过来 我以为是羊圈 这里也可以啊 很挡风啊 哇 太幸运了 真的是太幸运了 挖着七级的大风 在这个草原里面 居然能让我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哇 太幸运了 我还以为是羊圈 我都已经准备好 到前面那个镇子上去住旅店了 这里想骑也骑不了啊 太颠了 如果我装备轻一点的话 都是可以骑 这不得有上百只羊吗 你看 一个人开着摩托车在赶羊 应该是羊下班回家了 那个人一直盯着我 你看 不管了 总算是找到非常温馨的一个家了 临时的 你看张总就搭在这个地方 一点风都没有 哇 这个真不是开玩笑的 你看 一塌下来就崩了 你看这个上面 哇 这还是威坊哦 我还真没注意到 哇 这搞不好真的会掉下来哦 哇 这太危险了 这间有点危险 住不了 这个地方能搭 但是风太大了 就搭在这间吧 这间应该是以前的主卧 就把上面稍微的清理一下 帐篷就摆在上面就好了 这里也是挡风的 你看那个人在改羊 一直看着我 你看 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等他把羊赶回去再 再搭帐篷吧 好了 帐篷已经搭好了 本来呢 我是在这个地方做饭 但是感觉就是 跳上跳下的话 就不太方便吧 所以呢 我还是决定到这里做饭 我觉得问题不大 应该没事 就煮动饭的要丰富 对吧 晚上又滚住在这里 这个地方你看确实 确实比较危险啊 就搞不好风很大 稍微大一点 它就趴下来了 这个地方倒是挺好的 你看本来的话 在这里一收拾一下 带在这儿正好 很打通的 今天还是吃这个羊肉 先给大家焯一下水 做法还是和昨天的一样 这个羊肉我说的话 确实 确实没有 没有昨天那个好吃 因为昨天新鲜一点 今天比昨天稍微没有那么新鲜 但是味道还都可以的 没有那么差 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这么大 天还亮的时候 有个开皮卡车的这样 他来了 他跟我说 他特意停下来 他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那个铁门给他关一下 这边他山上面有狼了 他们都看到有好多狼 就是到他的羊群里面来吃羊 真的把我有点吓掉了 你说这个狼 他要是真的 有的话 他从那个窗户轻易就跳过来 我那个睡里面 他窗户也是可以开进来的 只有这个铁门是可以关的 窗户是 还是没有玻璃的 现在呢 是晚上时间九点多了 锅儿快乐都收拾好了 都装进去了 希望没什么事情吧 其实这个还是不用担心啊 就是担心 他有狼啊 这个真的如果说有狼的话 这里呢 是稍微的可以防一下 这些地方 他外面你看 就这么矮 狼完全是可以跳进来的 这边也一样啊 希望没有吧 也没有那么那么好的运气碰到的 对吧 四周好像在方圆几公里 就我一个人 哦 月亮也出来了 我现在在想啊 他那些 就是放羊的 他人去哪里呢 哦 那边有灯光 你看 不过离我这儿也可能有个 五公里可能都有了 哇 这方圆几公里 丢我一个人 哦 看看 月黑风高 就这样吧 我真正好 你能谈好 这边有什么事啊